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意大利风味的章鱼色拉 章鱼也叫八爪鱼 章鱼的吃法很多 有章鱼烧,章鱼刺身 这里向大家推荐一款不需要特殊用具 在家里就可以制作的家庭豪华版的章鱼色拉 从西人店里买回来的章鱼 大约一公斤左右 把它放在室温下自然解冻 解冻好的章鱼是这样的 用40克的盐和40克的白醋抓揉5分钟 使其软化 之后将其洗清 来我们给章鱼摆个pose 看看它的真面目 章鱼是海洋里的软体动物 它有三个心脏,八个触碗 每个触碗上有240个吸盘 这时你会发现 解冻后的章鱼只有780克了 下面我们来煮章鱼 如何把章鱼煮得酥软筋道是关键 意大利人会先做个汤锅 在锅里放上胡萝卜 芹菜,洋葱,两片香叶以及黑胡椒 和1公斤左右的水一起烧开 他们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 就是在煮章鱼之前 把章鱼的触角放在水中烫3秒钟 拎出来再放回水中 这样重复三遍 最后把整个章鱼放入水中 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估计是为了让它的触角卷得更漂亮吧 这时我们把火关到最小 水面保持不沸腾 水内温度大约85度左右 45分钟后章鱼肉质软烂 叉子很容易掺入章鱼 煮熟后的章鱼取出后 搁置在一边降温 这时的章鱼只有300克了 难怪饭店里的章鱼菜肴都这么的昂贵 降温后的章鱼可以把它切成一厘米长短的钉块 也可以切成薄片 用煮章鱼的水把青豆、彩椒、胡萝卜、土豆煮熟 并将煮熟后的胡萝卜和土豆切成丁块 与章鱼块一起装盘 放入意大利人喜欢的柠檬汁、橄榄油、黑胡椒和百叶香 充分拌匀后 这款家庭豪华版的意大利章鱼色拉就可以上桌了 当然配上小西红柿和牛油果也是非常美味的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